花莲县志工队把关怀社会弱势及环保亲近家园的触角延伸到南区 结合了复理乡新成立的志工队 在复理车站大集结除了扫街也携手关怀弱势 午后东洋斜照 来自花莲北区的志工们与复理乡新成立的志工队 人手一只竹哨把 沿着复理车站周边道路公园进行扫街 扫的大地就连人心也被轻得暖洪洪 最主要我们也希望说带动我们花莲的志愿服务的志工的精神 能够跟我们的算是比较偏乡 能够让他们知道说要怎样去照顾我们的在地化的一个 不管是环境保护或者是社福类 能够跟他们一起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 理事长黄爱玲率领北花莲志工人员超过20多人 串联不理乡志工队进行交流 同时也共同扫街之外 也攜手一起关怀社会弱势 代表乡长江东城到场参加的乡公所秘书郑一鸣指出 乡公所结合各社区部落 每个月定期进行公共环境卫生的扫街活动 共同维护住家生活环境成效卓著 这里也谢谢我们江乡长 每个月都带领志工在我们的各村做环境维护 也鼓励我们各村做环境的评比 然后尽量鼓励各村环境 由各村来自己打扫 然后这次也感谢我们资源服务团队 特地有花点下来跟我们做观摩及经验交流 副理乡长起带头作用 不仅社区民众踊跃参加每一次的扫街活动 部落头目也串联加入资工队一呼百诺 以前都跟那个乡长一起吗 有 我们这个乡长他从义里来这里以后 他把义里那种的亲身带过来了 所以我们义里那个护理乡的那些资源 都要开始扫地 也要动起来 也要动起来 也要配合 大家都要配合 大家都要动 花联地形南北辖场 一南一北的志工队难得齐聚交流情谊 更不忘进行扫街服务令人敬佩 花联志工协会理事长黄爱玲 期盼有更多的人加入志工的行列 尽几例来为社会服务 记者是玉兰副理财访报道